Chart Room 天地男儿 车股要不要看 说未来上市就散水 他说未来上市 是否在新加坡 我想应该是 因为对于汽车的新势力来说 未来是属于第一间 在三个市场同步上市的 其中一只股份 对于汽车的新势力来说 看到他们虽然股价的表现 是有点一致的情况 但其实这三者 如果你再细分去看 他们各自的发展路径 和发展情况 其实大家都会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未来 其实未来在比较初段那几年 其实他的收入增长 或者说他的销量 规模相对于其他两只 是走得比较前端一点 反而在最近那几年 见到李上小鹏是追上来 特别是小鹏 如果以去年全年来说 其实他已经超越了蔚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最为关键的地方 就是他的市场定位 因为我们知道蔚来 其实他本身是做Formula 1出生 就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开局 是进入到新能源汽车的领域 但是由于新能源汽车 现在说在内地的销售 大家的市场买家 都是以家庭式为主 都是以平时用开 不是为了去赛车 而是为了一个比较实务一点 或者是一个商务一点为主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市场定位之下 我相信往后他的竞争优势 就未必可以再体验到出来 我想蔚来他本身都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在去年年尾的时候 他自己也都提出 在往后的时间 会更加多方面去研发一些 比较家庭化的产品 但相对比如小鹏那些来说 本身已经在这个领域 已经做得比较久了 所以以一个市场定位来看的话 我自己在三者当中 是更加喜欢一个小鹏汽车的 除了他刚才说市场定位之外 看到他近期的增长势头 也是更加显著 所以三者比较的话 我未必就会首选蔚来 反而我会首选这个小鹏汽车 但是这些位置是否可以呢 那个价位 我想小鹏汽车 或者说汽车的新势力来说的话 今天的跌幅就很明显受到陈文美股 特别是Tesla 那个相对比较大的跌幅所影响 但我相信这个短期的影响居多 至于说回它自己本身的因素 我相信是更加容易受到 内地上海的疫情控制的情况 而看回现在相关的信息 其实它上海城市方面 都在进一步落实这个复工复产 我相信在未来的五月份 或者六月份 我相信小鹏相比在四月份 那个比较低的销售基数 我想五月份会有一个不错的回升 或者至少在六月份都会已经出现了 所以以现在股价比较低迷来看的话 我相信如果是投资者 是买入作为一个 一两个月的持货期去看的话 我相信向上还有一些获利空间 是不是有一个景一或 By wraps 现在满猪多的回省 这是这么 Mal trainers 未来 この需求 是不是能够满猪多了